Hello,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来聊一期和速度有关的摩托车 关于速度,在这一方面日系车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像是林木顺,川崎ZX14R,本田超级黑鸟等都曾是速度的代名词 还有大名鼎鼎的川崎H2R 他们用各自的独门科技一次又一次刷新着大家对于速度的认知 但今天要说的这辆并非日系车 而是来自漂亮国MTT公司的Y2K超级摩托车 先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 它的主业并非摩托车 在此之前和摩托车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它的主要产品是以燃气涡轮机为动力的各种动力包 像是传用燃气涡轮机,燃气涡轮发电机组等 1998年开始涉足摩托车制造 2000年发布了这辆Y2K超级摩托车 这辆车目前拥有两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在2000年,这辆超级摩托车以185,000美元 约合125万人民币的售价入选吉尼斯 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量产摩托车 第二个则是它目前保持着道路上最强大的量产摩托车记录 那它到底有多强大? 这辆超级摩托车在52,000转时可以产生恐怖的320马力和576牛米的扭矩 这个动力相当于6缸3.0T汽车发动机的马力输出 在如此高的动力加持下 Y2K的急速高达365公里每小时 这里可能会有人说到 川崎H2R的急速有400呢 先别着急 首先川崎H2R这一记录是在16年后的2016年才达成 其次是MTT公司于2006年发布的Y2K升级款街头霸网 它在15秒内就能完成从零加速到365公里每小时 急速更是能轻松突破400公里 所以在地表最强量产摩托车这一方面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超越 我们接着说Y2K 之前说了它的极限转速52,000转 这是什么发动机能拥有如此高的转速 理论上活塞发动机根本无法做到 所以它的动力核心竟然是一台燃气轮机 别忘了开头介绍的 这家公司就是做燃气轮机的 工程师在这辆摩托车上 安装了一台劳斯莱斯M250C18涡轴发动机 原本是用在贝尔206直升机上的那台发动机 这就不难理解能有这样高的转速了 涡轴发动机输出的动力通过齿轮箱减速后 传递至二挡自动变速箱 最后再由链条驱动后轮行驶 燃气轮机带来强大动力的同时 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挑食 啥油都能喝 汽油 柴油 煤油 还有航空煤油 它都来者不拒 和美国M1埃布拉姆斯坦克一样 但它也有缺点 首先是启动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其次是发动机体积大 为了能装进这台发动机 Y2K的车身被设计的很长 在直线形式时稳定性很高 但弯道操控十分糟糕 第三就是油耗 在全功率的模式下 它一小时的耗油量高达280升 那34升的油箱7分钟就能给干完 所以别指望它能够骑多远 偶尔放纵一把就好 配置方面 前50毫米马祖奇倒置可调前减 后欧林斯单弹簧积压可调减震器 前320毫米双盘 配布雷波6华载卡钱 后320毫米单盘 配布雷波4华载卡钱 碳线为车轮 34升碳纤维油箱 前120 17寸 后240 18寸马牌轮胎 座高840毫米 干重208公斤 在5年的生产周期中 瓦2K大约卖出了14辆 这个销量在量产车中 怕就是个笑话 但它的价格和动力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可以撼动 2006年 MTT公司在瓦2K的基础上 又升级出了借头霸网 换装了动力更强大的 C20B沃轴发动机 在52,000转时 可以爆发出恐怖的420马力 急速更是高达402公里每小时 MTT公司甚至发出承诺 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 全额退款 但是至今没有一人退款 不是它能达到这个速度 而是没人敢其他达到这个速度 目前MTT公司 已经在研发下一代车型 420双R 420马力 678牛米 440公里急速 这样的动力水平 试问谁敢驾驭 就数据而言 它已经不是天花板了 形容它为大气层一点也不为过 你觉得这样的动力水平 有实际意义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交流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